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2416集 李小语局率是一个妥妥的学霸 两年时间没有看了 但依旧还是张口就来 听到李小语的话 李坑将有些发懵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哥 给你举个例子 好比我烧伤了 需要直皮 如果把你身上的皮直到我身上 我身上的免疫系统就对你这块直到我身上的皮发起攻击 明白了吧 哦 明白了 李坑将应了一声 略做思索 转头望向张凡 先生 您的意思是说 赵福顺的灵魂免疫系统会对那只外来的鸡的除灰魄 发动攻击 对 其实法术的炼化过程就是要规避疏通这样的攻击 既要规避疏通 又要与其融合 所以这样的法术才是最为难得的 从一理上面来讲 虽然赵福顺已经顺利把祭的除灰魄 炼化到了自身的灵魂之内 但它和赵福顺的灵魂终究不是一体 偶尔还会出现一些个类似于免疫排斥的反应 出现这样反应的时候 便等同于赵福顺的灵魂和外来的除灰魄进行僵持 而这个时候 赵福顺至多可以调动体内十分之一的气息 而且还会失去排出体内污秽的能力 其表现为下肢颤抖 脸颊胀红 第二镜第八段十分之一的气息 那就是第二镜第一段左右 咱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动手 那就可以顽虐他呀 哼 没错 那我马上打电话给冯丽 再给他一百万 让他帮咱们盯着赵福顺 当赵福顺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 马上联系我们 李庚强满脸兴奋 就要去拿手机了 张帆却立刻又把他支持了 诶 你先别急 从魂魄学的角度来说 出现灵魂免疫排斥的时间很短 应该只有两三分钟 每天大概都会有一次的样子 两三分钟 一天一次啊 李庚强的兴奋劲 立刻就被浇灭了 他如果在家里面犯了病 这冯丽也盯不到他呀 哥 张先生话还没说完你就打断了 说不定张先生有办法呢 李小语记了一句 他明显看出张帆还有话要说呢 李庚强就直接插了进来 哥 做啥事不要老着急 李小语望向李庚强的眼神是带着宠溺的 此刻的李小语更像是一个姐姐 不像是妹妹 听到李小语的话 李庚强甘笑道 不好意思啊张先生 您说 人参 五味子这些个东西可以让神经兴奋 同样也可以让灵魂兴奋 灵魂一旦兴奋 就会引起免疫排斥 赵福顺的茶杯是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 从外面也看不到茶杯里面的状况 我的想法是 让冯丽往赵福顺的茶杯里放一些五味子 饮下五味子的水之后 赵福顺的灵魂就会变得兴奋 急而产生灵魂免疫排斥 这是一个好办法 不过赵福顺喝出了五味子的味道 他如果不往下咽 吐出来 这可怎么办呢 少量的五味子 不会有什么大的味道 更何况茶杯里面还有茶叶 应该是发现不了 那就好 我马上到中药店里面去买五味子 然后再拿个一百万 给冯丽送过去 张帆微笑点头 李庚强兴奋地马上去了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李庚强满脸笑容地返回 张帆问道 怎么样 成了吗 成了 不过很是艰难 最后我把赵福顺的身上 有数条人命的事情给搬了出来 才把它给说服 另外 赵福顺那个人是真的小心的 他茶杯里面那个小茶漏居然是银的 喝水之前都会拿出来看一眼 想给他下毒 可真的是太难 幸亏里面放的是五味子 这东西也没堵 对了 冯丽跟赵福顺进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帮赵福顺爆茶 这对于咱们来说 可是一个好的机会啊 好 那咱们明天早上就去 随后三个人又闲聊几句 张帆便回房间休息了 第二天 张帆和李庚强吃完早饭 便出发去了警区的管理处 李庚强身上没带零食 还在车子里面等候 张帆则是再次地到了那张腾椅之上 在腾椅上坐了没多久 说来也巧 那个背头老大爷 再次到了张帆的身边 小伙子 还没走啊 哦 没走 我听人说了 你去找了赵福顺 结果还被人家给轰了出来 而且赵福顺还专门开了那部会议 说是不让你再进门了 对此 张帆并不惊讶 如果赵福顺真的为此开了会议 背头老大爷这样的 一直关注警区事情的人 他能知道 也不作为奇 小伙子啊 做人做事得走正道 不能老想着投机取巧 你老这么想 你这辈子可就毁了呀 像我们当年 一直都是艰苦奋斗 从来都没动过什么歪心思 唉 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 到处都是趋炎附势 流徐拍马 但就是非常的受用 你说气人不气人呢 就在这个时候 张帆的手机 响起了短信的提示音 我已经亲眼看到 赵福顺喝下了水了 张帆刚刚读完这条消息 紧接着又收到了 冯丽的第二条消息 赵福顺的脸 已经变得整红了 张帆立刻给李坑枪 发了一条短信 而后身体画足一道流光 冲向了警区管理处 唉 小伙子啊 你再听我说话吗 背头老大爷见没有人回应 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他正好看到了张帆化作一道残影的身形 顿时就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现在 现在年轻人的身体素质 都这么好了吗 张帆速度飞快 将走出来想要拦住张帆的保安 弄了一个猎借 又由于张帆知道赵福顺的房间位置 这次并没有走电梯 纵身一跃 便上到了三楼的空调外机上 再次一跃 伴随着玻璃碎裂之声 张帆直接便进到了 赵福顺的办公室里 而此刻 满脸涨红的赵福顺 正满脸惊讶地 望着张帆 竟然是你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